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今天要介紹的是行列30 它在鍵盤上的鍵位的位置 會叫行列30 就是因為它用30個鍵輸入 也就是我們一般電腦所使用的行列輸入法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鍵盤最上面有1到0 這是數字1到0 那1到0對下來的呢 這就是行列的行 所以呢 這個就是 行1 行2 行3 行4 然後呢 行5 換這邊 行6 行7 行8 行9 跟行0 好,那 在打字的時候呢 這一排是沒有用到的 除非你是要用減嘛 那我們平常打字就是從這一邊 這樣子 總共30個鍵 所以1的話 對下來我們就是1上 1中 然後1下 2的話呢 2上 2中 2下 3 3上 3中 3下 4的話呢 4上 4中 4下 5 5上 5中 5下 再來 6的話 6上 6中 6下 7呢 7上 7中 7下 8的話 8上 8中 8下 9 9上 9中 9下 最後呢 0 0上 0中 0下 好 所以呢 這30個鍵 那再來的話是指法 指法如果你會陰打的話其實指法是一樣的 好 那我們一般就是 十指 按這個 這是四中 左手 十指按四中 然後呢 右手十指的話是按七中 凸起的地方 好 那1上呢 就是小指 這樣 升上來 1中呢 小指中間 1下呢 小指 往下 好 那如果是2上呢 就是五名指 這樣子 2上 2中 然後 2下 那3的話呢 中指 3上 3中 3下 4呢 左手四指 4上 4中 4下 那5呢 四指伸過來 5上 5中 5下 好 再來 右手的話 6這邊 右手十指 6上 6中 6下 好 7的話呢 7上 一樣 右手十指 7上 7中 7下 好 8的話是 右手中指 8上 8中 8下 9的話 9的話 右手無名指 9上 9中 9下 好 那0的話就是 右手小指 0上 0中 0下 好 那以上呢 就是這個行列 30 分上 中 下 鍵位的介紹 謝謝你們的收看 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可以幫我按個喜歡 也歡迎留言或是分享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跟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好